仙界偏外转一 在下寒历是从灵界飞升的 这里就是传闻中的飞台 除道有外 好像并无其他人 寒历单手轻轻一按池水 就一下飞出了水池 身上清光一闪 更是无声息的 一点水渍都没有了 这时他已经发现 掌天平原和五极山等重宝 全都安然无恙的 在其体内 倒是魔光等人 却藏在灵兽带中 全无任何反应了 而此地看起来 只是一个十分简易高台 除了中心处的水池外 高台四周 则被一层蔚蓝光幕笼罩 光幕之外 隐约可见鹅毛大雪漫天飞舞 外面竟是一个晶莹的冰雪世界 原来是寒道友 灵界化 这可有些头痛了 下面的那些界面 十个道友两三个都叫此名的 算了 我就随便给你登记一下吧 反正上面一般 也不会来查这种事情的 高声先是眉头一皱 但马上又一盏得无所谓说道 接着他两手虚空一抓 手中顿时出现了一面 晶莹玉书和一根淡银色巨笔 并飞快 网上面书写着什么 韩丽心中虽然有一分诧异 但面上并未露出 反而站在原地静静看着对方的举动 片刻后 高声两手光芒一闪 玉书和巨笔同时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地多出了一张紫金色的薄薄玉牌 并面带笑容地冲韩丽递了过来 这是 韩丽并没有马上接过来 反而不动声色地问了一句 这是道友的先牌 每一名非生仙人登记在册后 都可以领取的东西 道友以后凭此东西 可以进入各大仙城 而无需遭受任何盘查的 并且还进入一些特殊地方 而无需缴纳任何费用的 呵呵 这可只是你们非生仙人 才能有的待遇 像我等这些 从仙界本土真仙 可没有这般待遇的 高声用一种异常羡慕的口气说道 哦 这是为何 韩丽终于露出一丝亚然来 真仙界无边无际 本土仙人更是数以亿万计 但从下界靠自己力量 非生上来的仙人 却少之又少的 但各个仙域中的高阶仙人中 非生仙人和本土仙人数量 却差不了多少 这代表了什么 道友应该很清楚了吧 高声含笑地解释道 原来如此 我有几分明白了 既然仙界有此规定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韩丽有些恍然 点了点头 接着一抬手 就将紫金色玉牌接了过来 低手一看后 只见上面赫然 明映着自己的全身影像 栩栩如生 旁边则还标注了 自己名字还有非生 等几个金传文 韩丽袖子一抖 玉牌顿时一闪地不见了踪影 口中又一笑地问道 听高兄口气 仙界似乎颇有秩序 但不知道有口中的上面指的事 此时韩兄不用多问 只要看完这枚记忆时中所记东西 也就大概有些了解了 高声没再多说什么 手一扬 又抛过来一枚蓝汪汪的金石 回道 那汉某多谢了 韩丽一把将金石抓住 脸上露出一丝谢意 将其往额头上一贴 也就明白了使用方法 在略意催动法诀后 就将神石进入了其中 足足一盏茶功夫后 韩丽才倾吐一口气地 将金石从额头上拿开 并缓缓说道 原来如此 仙界如今被分成无数仙玉 而这些仙玉 则又被各个仙公加以监管着 这倒有些意思 只是监管而不统治 道游果然是明白之人 既然这样 我给道友明说一下 仙界如今的大势情形了 不知道有可有兴趣 听上一二 高声听到韩丽的言语 脸上却浮现一丝奇怪之色的问道 还请高兄指点一二 韩丽一拱手 脸色凝重了几分 韩道友不用客气 仙界情形的确和仙界 颇有些的不同的 仙玉虽然名义上 都是以仙公为尊 但实际上每个仙玉都有不少实力不在仙公之下的大势力存在 甚至有些超强实力还能稳稳压住自己仙玉 仙公一头 只是诸位道祖都需要仙界维持一定的秩序 以免出一些不好收拾的大乱子 这才默认各个仙玉名义上都以仙公为主的 当然 这些仙公本身也是仙玉中有数的大势力 否则也根本无法服众的 而这些仙公执掌者也大都很识趣 一般也不会去触怒其他和自己相当的大势力 所以现在的仙界还算安宁 只要不去触犯某些仙界禁律 自那个在仙界能好好逍遥的 而道友是非生仙人 情形和本土仙人还略有不同的 刚非生真仙纵然经过雷结洗礼 体内真元已经开始改变 可以接受仙灵力了 但若转化完全恐怕还需要数百年时间之久的 若在下世道友的话 必定会选择仙玉某一势力依附 等体内真元彻底转化完成后 才会再考虑其他的事情 否则道友是出零仙界 光是日常的仙灵精消耗 恐怕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高声也不再客气了 侃侃而谈了一番 韩丽一边听着 一边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 多谢高兄指点 听到有口气也不是仙宫之人吧 韩丽笑了一笑后 忽然问道 韩道友看出来了 在下的确不是仙宫之人 而是实际殿中人 之所以会出现在此 只不过是在应付仙宫 交给本殿的一些差事而已 不过若是道友若肯现在加入本殿的话 高某自然是极为欢迎的 实际殿不但能够提供其他势力 所给的一切待遇 并且我还可做主 让道友在本殿登天阁中 免费任选一部高阶仙家功法修炼 高声也笑了起来 丝毫没有隐瞒之意地回到 仙界篇外传二 仙家功法 韩丽双目一咪 反问了一句 仙家功法是专门供仙人以上修炼的法觉 只有修炼此等功法 才能真正炼化仙灵力 让低阶仙人一步步向高阶仙人致敬前进 不过大部分低中阶仙家功法 即使修炼圆满 也只能让人提高一两个境界而已 到时又不得不再挑选一步重新修炼了 只有那些各大势力 各自珍藏的高阶仙家功法 才具有让真仙直接修炼到极高境界的能力 而此种等阶仙家典籍在外面是少有流传的 即使有那么一些也都是一些大陆货色而已 高升似乎看出了韩丽心中疑惑 主动解释了一番 哦 难道没有直通道祖境界的仙家法门吗 韩丽缓缓问道 道祖 哈哈 韩道有志气之高还真不是一般人可想的 但可惜 哪怕是仙界传闻的几大神典 也没有哪一步可以让人直接修成道祖的 现在仙界已知的数百道祖 每一人都是经历了不知多少次劫难 外加承受了旁人难以想象的造化天元 才能最终有此境地的 就算最高深莫测的仙家功法 也只能让人修炼到道祖下的大罗境 在网上的话 只能完全靠自己了 高升露出了一丝怪异的神色 但哈哈一笑后 还是加以解释了一番 看来成就道祖 是一件渴望不可及的事情 但不知道祖之下 还有几层仙人境的 韩丽文言 未流露出惊异的神色 反而点点头后又问道 虽然我等被下界人统称为真仙 按实际上真仙境 只是仙人中低阶存在 上面还有金仙 太乙 大罗等几大境界 每一大境界的修炼 动不动都要百万年以上的苦修 故而其中 还会再分析分几个阶位 纵然是同一大境界之人 有阶位相差的话 神通实力也会天壤知别的 高升不加思索地回道 高兄现在是何种境界 韩丽若有所思地问道 惭愧得很 在下修成真仙 已经数百万年之久了 但一直卡在真仙高阶 无法再进一步 若是没有其他的造化 此生也只能在此境界度过了 高升文言 苦笑了起来 韩丽听了这话 脸色微微一变 对方实力她丝毫无法看透 竟然还只是真仙境而已 这般说来 像在下这般的心境非生仙人 应该只是真仙境低阶了 韩丽喃喃说道 第一位 勉强算是吧 毕竟 韩道友现在仙元力还未彻底转化过来 只能算是尾仙 还要再等上数百年时间 才能算是真正进入低阶真仙境 高升笑了一笑地回道 韩丽听了 自然更是半赏无语 好一会儿 才再次问道 听高声口气 仙界中除了我等真仙外 普通修炼者也不少吧 仙界中的真仙以下修炼者 的确存在 我等仙人 纵然神通广大 但也不能保证自己后代 也一定同样能修炼到仙人境界的 这些人因为无法吐纳接受仙灵力 受缘有限 只能在自行结婚生子 又会诞生更多的凡人 如此不断循环下 人数之多可想而知了 高升似乎对这些凡人颇不以为然 原来如此 看来一部高阶仙加工法 对我等这些真仙的确十分重要了 韩丽点了点头 开始思量起来 我们时机店对对非生仙人 算是颇为看重的了 其他势力 不会开出彼此好多少的条件 而且 道友可以先在本店担任外门客卿之位 若是过了几百年 真觉得本店真不适合道友的话 只要拿出和所选仙家 工法相等的东西 也可自行离去的 本店并不会加以阻拦分好的 高升似乎看出了 韩丽心中的最后一丝犹豫 又如此地劝说道 还有这种条件 好 既然高兄说得如此之好 那韩某就先去跪店亲眼看上一看吧 韩丽目光一闪后 终于做出了决定 就像对方所说 她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还是先转化体内先元力 将真仙境真正巩固下来 在此情形下 她先依附一大势力后 再慢慢了解整个仙界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高升听到韩丽回复 自然大喜 连称韩丽绝不会后悔后 就袖子一抖 一道虚影从其背后一分而出 在一名后 赫然幻化成另外一名身穿银袍的高升 你在这里先替我当职一段时间 我先带韩道友去时机店 那要快去快回了 万一被此区域的监察使发现 我可无法替你掩饰多久的 银袍高升面无表情地回道 这个你不用担心 这座飞仙台地处如此偏远之地 监察使者怎会轻易到此 上一次有监察使者出现 是好几百年前的事情了吧 再说我只是送人 多则半月少则数日就会返回的 高升毫不在意地说道 你有数就行 到时候可别真连累到我了 银袍高升不再多说什么 几步走到水池边上 盘膝坐下 闭上双目 竟就此入定起来 韩丽见此情形 脸上自然有一丝亚瑟浮现 让韩兄见笑了 这是我修炼的一句构土化身 虽然实力还不及我 但对付一名低阶真仙 还是绰绰有余的 有他替在此轮值 我也可安心离去了 走 高某这就送是道友去实机店 高升一边笑着解释道 一边单手掐绝冲高台外光目一点 扑的一声 光目应声而开地 现出一个一人高原形通道 高升大步 从中一走而出 韩丽则一飘地紧随而去 方一离高台的瞬间 漫天大雪扑天而下 同时一股奇寒之力 迎面一卷而来 纵然以韩丽的肉身强横 也不禁眉头一皱 旁边高升目睹韩丽情形 脸上不禁一丝亚色闪过 北韩仙玉既然以韩字作为仙玉之名 平常时外面温度就冰冷无比 若是碰到这样的雪天 空气中蕴含的其寒之力 厉害更是可想而知了 即使他们这些本仙玉土生土长的低阶仙人 也必须再佩戴一两件特殊炼制的防寒气物 才敢直接面对雪天的 而韩丽这般一名刚刚飞升的仙人 竟也能面不改色的是此雪如无物 这怎不让高升暗暗心惊 高升心念飞快转动着 但手中动作却丝毫不停 只见他默然往下方打出一道白色发掘 下方厚厚雪层中树生清明之音传出 在雪花狂舞之中 两头通体洁白的巨大孔雀 从雪地中一冲而出 道有情 高升脚步一抬得上了 其中一头雪孔雀后 用手指一点另外一头 笑着冲韩丽说道 韩丽微微一笑 也身形一晃地出现在了另一头孔雀上 在高升一滴喝后 两头仙琴当即展翅而飞 迎着晶莹雪花的冲天而起 而韩丽在仙界行程 则就此踏出了第一步